韩国女团AOA团圆 名额与致敏的霸凌纷争事件经过一年多 名额因时内吸烟争议 再度浮上新闻版面 就让两人的霸凌议题也再度延烧 而这时韩国第一社就来了 8日曝光的AOA成员间 128分钟的对话记录 上面记者致敏与团圆 雪旋 曹儿等人 一同到名额家道歉和解 一道致敏就先表示 我就是有话想说才来找你 虽然我不记得了 但我是想跟你道歉所以来的 呃 这一句不记得 瘋狂反驳表示 姐姐先动手的记得吗 致敏回应打了哪里 我打了很多下吗 我是记得有推你 明额再次反驳说到 没有你用拳头打我 看起来你不记得原本的记忆 根本不是来解开误会的吧 而两人一来一往的对峙 却始终没有和解的结果 这还不夸张 双方到最后都被逼得要发疯 致敏跟在团圆面前说了一句 有刀吗 我应该要去死才对 明额却始终执着在 致敏不记得霸凌过程 崩溃表示 我成了疯子 我故障了 你却不记得 而最后让队长致敏退团 同时淡出演艺圈 来迷拼这次的风波 这回递射爆竹的对话记录 似乎让事件有了反转 有人说明额有点太敏感 应该去看看医生 而同时有自称是致敏邻居的网友 在论坛上透露 偶尔会在社区遇见他 但致敏总是低着头走路 身形比之前要更销售 消息一出让不少人相当心疼 更有许多网友表示 若名额不断紧咬霸凌伤疤 只会让自己更痛苦 希望他们都能好好过生活 八大财房组 张力报道